房屋倒塌 橋樑傾倒 地牛頻頻翻身 嚇壞不少人 連睡覺都會噩夢連連 身心科門診發現 每當大地震過後 出現類似情況 求診民眾約增加兩成 身體變得很警覺 例如說一點點風吹草動 他可能就會整個人很驚嚇 很害怕 那連帶著血壓心跳 這些會上升 甚至可能呼吸不適 這些都有可能 恐慌害怕坐立男安 引發身體不舒服 多半是主觀感受 如果一到兩個星期都沒改善 當心裡患了急性壓力症候群 他時間比較少會繞那麼長 那可能大概就是 我們叫做急性壓力症候群 一般認為說 三天到一個月之間 類似像創傷後 壓力症候群的症狀 我們把它歸在急性壓力症候群 如果這些症狀影響到胃口 睡眠 甚至影響到生活 做起很大的時候 那可能會比較需要去趕快找尋諮商 或者是比較熟悉的親朋好友 能夠給他一些支持 那如果說真的都沒有效 或許還是會需要到 就是醫院的這個身心科來就診 臨床統計 因為地震受影響民眾 除了本身比較敏感外 還有地震創傷者 以及有過地震慘痛經驗 而受傷的心可以復原 醫師建議可以透過腹式呼吸 緩解不舒服症狀 同時多運動幫助身心放鬆 降低恐慌感 大愛新聞台北綜合報導 大愛新聞台北綜合報導